各位同學 我們準備上課了 今天我們上課講了改革開放 有多少的好處 有多少的收益增長 人民生活怎麼改善 今天我們就看看有沒有可能改革開放 只是有好處有得也沒有問題 當然不會 我們今天就開始這個很長的課堂 改革開放衍生了什麼社會問題 當中我們這個課堂 前前後後總共是會分為四課上的 我們會上兩個星期的 我們會上兩個星期 我看看能否縮到變成三堂 好了 這樣呢 在這個 第一部分 我們會說貧富懸殊 好了 貧富懸殊 我們可能會覺得很簡單 一些人有殊 一些人沒有錢 但是 但是 在中國 十幾億人口裡面 我們可以看一下 究竟 那個貧富 究竟是怎樣分佈的呢 會不會有些地方特別窮 有些地方特別富 又或者究竟 貧富又遇到什麼問題呢 好 好了 我們一開始看了 在我們那個生活水平 雖然是得到改善 很明顯我們看到在中國大陸現在 它改革開放之後 它一部分的城市是發展了出來的 好了 這樣呢 我們呢 可以 今天我們會從 三個地方去看看究竟怎樣 貧富懸殊 第一個呢 就是地域差距 就是說呢 原來呢 有些 在中國這麼大 有些地方呢 是 較富裕 好了 另外一個 就算 好了 例如我去到一個城市 一個城市裡面呢 都還可以有再細分怎樣的差距 好了 而第三個的 第三個的 體現貧富差呢 我們就跳出了地域的範疇了 我們就是呢 看看社會不同的階層之間 是怎樣的 頭兩個 頭兩個 我們是用地域來區分 第三個我們就是呢 看看社會階層有什麼分別 我們看看 在這裡這幅圖 在左邊這幅圖裡面 很明顯是貧窮的啦 你看到他 這個可能是他工作的地方 中午下午吃飯 有遮掩頭就算了 那這個 這些很明顯是富裕大商場 你看到他穿漂亮衣服買漂亮袋 好了 我們先前我們講過 我們講這個改革開放的方針 經常都會記得這句 先讓一部分人富起來 好了 令到東部沿海地區 包括了我們最隔離的深圳 那個發展很迅速的 但相反呢 中西部的地方就是窮的 中西部的地方呢 本身受地理影響就已經衰了 一個地方如果我們要發展到經濟的話呢 一般來說交通要良好 沿海的地區 飛機就沒有分內陸和沿海的 但是沿海的地方呢 就多了一件事 叫做船 有很多的運輸都要靠船的 因為大型的就不用船運不了 所以當我們發展到經濟來說 有海港的地方通常是比較好的 而中西部地區能夠碰到水的呢 就只有兩個地方 黃河和長江流的 那些沿海城市 好了 重點是什麼 地理因素 地理因素是一個很大的影響來的 這個地域差呢 我們就會看到呢 叫做東富西貧 東面有錢的 嚴格來說應該叫做東南面 這個是中國 你會見到呢 這裡為什麼這麼光呢 這裡是衛星圖片 有光的地方 就是有燈 這裡是晚上拍的衛星圖片 有燈 什麼地方有燈的 城市就有燈 你開晚上 鄉村是沒有燈的 那舉例 我們有同學住在香港仔 有同學住在塔門 你一比較之下 晚上哪裡光亮一點 肯定是香港仔 因為周圍都街燈 我們會見到的 在東面的地方 很光的 那你見到 這裡這麼光的一塊是什麼呢 這裡很光的一塊呢 這裡就是廣東 你看看旁邊是台灣 台灣 這裡沿海旁邊 這些光的地方 就要發展高度發展的城市 上面是台北 台中一直到高雄 好了 上面這裡是青島 這些地方 這是上海 東面是富的 沿海經濟呢 沿海的經濟呢 比較好的 因為都是外國投資者 中西部不是說完全窮了的 都有些大城市是有錢的 去年六月呢 我們不是去過一團西安團的 有些同學應該跟梁老師 跟中士科老師一起去西安 我們就看到這些 去西安都是一個現代城市 但是呢 除了這些現代城市之外 其他地方呢 相對來說比較落後的 至少我們在中西部呢 是很難看到這麼多高樓大廈的 好了 比較 高收入人士呢 高收入人士呢 就主要呢 就在東部沿海地區的 低收入的人士呢 就主要集中了在 中國的中西和北部 好了 那為什麼呢 因為呢 通常最貧的地方呢 就是呢 山區 小數民族居住地 那其實中國的中部呢 就是很多山區 其實地理問題很大影響 因為始終是中國是 西面是山 東面是沿海平地 好了 那去到什麼情況呢 連溫飽都會有問題 連溫飽都會有問題 那這個情況是連溫飽都會有問題 那這裡有個圖表啦 這個圖表呢 應該書裡面都會有的 那我們可以看一下 東部地區 那這裡 那這裡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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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人生產總值呢 佔了全國的52.6% 好了 但是呢 但是呢 它的人口呢 它的人口呢 其實呢 如果你對比回 那這裡 這裡三萬六 三萬七 這裡加上七萬 七萬八萬 就是說呢 大約呢 十三億人裡面呢 十三億人裡面呢 有八億的人呢 就是住在中國的其他地方 沿海城市呢 就住了中國 十三億人裡面呢 住了五億人 但是這五億人呢 擁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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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成鄉差距 我們呢 我們呢 很經常用城市 和農村 來作為一個 中國的人口 或者地區的分法 在改革開放之前呢 其實中國呢 就不是以發展工業為主 是以發展農業為主 所以呢 靠生產農作物呢 來到的收入呢 就是補貼工業的 好了 但是呢 現在我們的農村任務呢 農村的任務呢 就是呢 主要是提供糧食和燃料 確保城市能夠運作 舉例 我城市要進行 要工廠要生產的 我們就要靠農村生產糧食 我們現在平日用的酒精呢 其實很多的酒精來源呢 都是靠一些農作物來提煉酒精的 這些原料產品 我們就要靠農村的地方給我們 好了 那麼呢 但是後來呢 隨著那個工業 在改革開放呢 隨著那個發展呢 工業越來越受重視了 那麼國家呢 以較高的價錢呢 購買那些工廠生產的工業產品 倒轉呢 農產品那個價格呢 就沒有上升了 好了 那麼作為生產者 生產者 我賣東西貴一些 我自然賺錢賺得多些 那麼呢 最終的結果是怎樣呢 結果呢 就導致到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呢 就越來越大了 哪個賺得多呀 城市賺得多 農村賺得少 好了 那麼呢 有個字的 有個字的 那麼呢 這個字呢 我這裡學過的字 叫做剪刀叉 就是說呢 這裡這兩把剪刀呢 其實就不是一把真剪刀 就是這個截線圖裡面的線 而這個呢 就代表產品價格 下面 這一條 由下往上的 這條由下往上的呢 這條就是工業 這條呢 由上往下的呢 就是農業 就是講著呢 在改革開放之前呢 改革開放之前呢 就是這邊 就是手拿著把剪刀那邊 那麼呢 農產品是貴的工業產品 但是隨著改革開放呢 農產品越來越便宜 那麼中間我們這個差距 就是講著那個 城鄉的差距 這個就是城鄉的差距 這個就是城鄉差距 工業 工業越來越 收入高 農業越來越少 那麼這個差距就是剪刀叉 好了 我們去比較一下 那麼 為什麼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呢 其中一個呢 就是因為 城市 城市 得受惠於這個改革開放政策 改革開放政策 我們一開放的時間 我們只是開放了沿海城市 我們沒有開內陸的 那開放的沿海城市的結果呢 就令到沿海的 可以因為外資的投入呢 令到那個收入大增 好了 可以看一下 1978年就是剛剛改革開放開始那一年 城鎮的收入呢 其實只不過是比香酸高一倍多些 2.6比1 好了 但是慢慢呢 我們呢 會見到 越來越大了 去到最高呢 去到3.2 最高是去到3.2 那當然啦 你問 阿sir 為什麼現在 農村又會增加呢 因為呢 其實當改革開放去到2018年的時間呢 已經改革了差不多40年了 那 其實那個城市發展 城市發展的增長呢 慢慢開始 帶回進去 給那些香酸 我們會見到最高的就是這裡 2005年 改革開放了 改革開放了大約是 30年 20幾年的時間 這個時間呢 我們見到是 那個差距最大的 第三種 我們看 叫收入頻率差距 收入頻率差距 好了 那就看一下 在這個社會上面呢 這個金字塔呢 就代表了社會的收入 當中呢 最多的呢 最低層 貧困階層 人數較多的 而最高的社會 上流社會 當然是比較少 那這些人呢 最高的那些呢 最高的那些呢 是一些政治 經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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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見到什麼 馬雲啊 馬化騰啊 這些 擁有著 淘寶啊 阿里巴巴啊 這些 那些就是最有錢的人 好了 另外一些呢 就是呢 一些有高學力和專業技能的人 很多有專業技能和高學力的人呢 他們都很有錢的 那有錢到什麼地步呢 中產階級 社會最高級的 如果從香港的經濟來的資料來看呢 原來有很多內地的人 是流來香港買保險的 因為香港的保險法例和大陸的保險法例不同 那他買完的產品之後 香港那個似乎就優惠一點 無論在香港買的 那些人怎麼買的呢 原來是說那些保金呢 那些保額呢 他們是一次過 可能是說 投入十萬或者成一百萬走來香港買的 有的 有一幫很有錢人 那 一般基礎的人 學歷不高啊 收入學歷不高的人 有哪些啊 那例如普通的工人 其實現在中國發展了很多新職業的 例如去買外賣 那些送外賣員 現在多得很厲害的 因為真的太多人 很多人買外賣 好了 那另外還有一點 最貧困的那些班是什麼呢 最貧困的那些班呢 通常都是呢 大家會發現 在最下層的那些 全部都是農民 農民 農民就是農民工 農民就是耕田一些 農民工呢 農民工就是一些農民 不過他走到城市那裡打工 那些叫農民工 好了 我們看到 咦 原來有錢的那班 全部都是那些 那這些人通常在哪裏 應該都是原來地區 大城市 等一會 窮的那些多數在哪裏呢 農民來的 好了 咦 中國的堅尼系數 中國的堅尼系數呢 向來都很高的 咦 它報出來呢 就報零點四幾的 它報出來的堅尼系數 是低於香港的 那但是呢 其實呢 去到其實接近零點 零點四幾 零點五 都不是好 都不是好得去哪裏的了 好了 那我們之後呢 我們會把這個 貧富收入問題 我們會分開兩邊看 我們呢 一看一看 中下階層 他們遇到什麼問題 我們會看看中下階層 還有看看上層的人 是否有什麼問題 中下階層呢 我們呢 叫做三座大山 三座大山 就是窄死人的意思 被三座大山窄住 那這三座是什麼呢 教育 醫療 和房屋 即是說 根本就是你 所謂醫食住行裡面 最基本的東西 當中包括了住 好了 這三座大山 就是什麼呢 第一個 翻學難 好了 原來呢 在中國 雖然有免費教育 但是呢 其實免費教育 就是免疫力學費 其實還有很多錢要付 舉例 你翻學 你不用教育費 但是去旅行 你是不是要付錢呢 你如果參加一個遊學團 你是不是要付錢呢 又或者買書 如果你沒有書 那張貼 是不是要自己付錢呢 其實除了學費之外 一家學校如果真的想要收你錢的話 其實可以有很多錢收的 好了 怎樣難分呢 東部城市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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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富裕一點的 那個教育的經費呢 會好一點的 東部有的教育經費會多的 但是呢 中西部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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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教育經費低 所以這個教育質還差一點 只是看學校的校舍都已經知道了 中西部呢 農村地方的學校 可能一層兩層那麼高 不要說什麼投影機 都是黑板粉筆的 好了 那麼東部地方呢 東部地方呢 高質素的教育呢 比較多的 好了 最另一個問題就是呢 出現一個胡亂收的收集費 學費呢 國家已經定了 沒得到的了 那就收了集費 這幅圖就是農村學校了 好 好了 那收集費很貴的時間 那就自然你農村人口 你想找某某某某都難了 好了 那 內地呢 有個特點的 改革開放之後呢 大部分的醫院呢 變成了自主經營自負營規 就是為什麼呢 就是說呢 那間醫院呢 如果 那間醫院呢 要自己承擔那個成本的 那如果好像我們香港那樣呢 那間醫院的醫療方法的話呢 那間醫院就承擔了 舉例啊 我們現在看政府醫院呢 例如去做一個手術 每住一晚院就一百元 舉例兩次之前斷腳 兩次之前斷腳 入醫院做手術 住了兩晚醫院 還是三晚醫院 那就還回手術費三百元而已 這樣呢 其實平均計呢 每一個人住醫院一天 平均的平均費 大概二千八元 那政府的差距 哪會出政府 那但是呢 如果政府轉為治癒負營規 那就大件事了 好了 以梁Sir做例子 可能低一點 他都未必看醫生的 因為要付錢 為什麼會這樣呢 因為其實 中國政府呢 中國政府投入 公共醫療的資源呢 偏低 看病難 看病貴 為什麼呢 因為醫院少 還有 因為 要 將成本轉交給病者 所以看病很貴 好了 那有什麼問題呢 第一個就是 醫院 會經常做很多化驗 我們在香港呢 有人會照X光 那些東西 但是回到大陸呢 很特別的 在大陸呢 你有什麼事 撐槍個頭呢 他會叫你照那些 塞過人入部機裡面的 那些 立體的那些 電腦掃描 CT 因為在大陸呢 照CT和X光 竟然是差不多價錢 所以呢 有什麼事都叫你照 那梁Sir都試過 有個例子 就是呢 有個同學仔 我帶油樂團 那他跌倒 那他就撐了頭 那其實沒什麼事的 那些很輕力撐下去 撐了頭 那一進去 醫院呢 張德國說 嘩 現在我們要立刻 跟他做一個老 跟他做一個老部的鬚妙 看看他有沒有受到老震盪 那當然啦 重點 我只要問一句 那多少錢啊 那當然不會便宜啦 但是因為當時人在外地 都被迫要給了 好了 那甚至會怎樣呢 要預付診金 即是給我審金 不過其實香港的私家醫院 都有這樣的機會要 即是進醫院之前 不要說醫不醫 先放下錢 待會用什麼醫治一下 你死鬼都不賺錢 好了 那他怎樣呢 那他怎樣呢 就是呢 會加劇貧窮 為什麼呢 因為病一病 就會產生一個因病治貧 即是本來都還有一些錢的 但是病一病看醫生呢 就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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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了貧窮問題 好了 還有一些 因為公共醫療不足 而 有些人呢 有些人呢 就利用 去到 霸佔了這些位置 然後轉秀來逃利 原來醫療可以令人貧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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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房難 可能作為一個香港人呢 就不會很理解到這一點的 但是難和易是一個對比來的 就是 相比起改革開放之前呢 那個住屋呢 相對容易解決的 但是呢 因為那個城市化程度很高 很多人湧去城市 那你湧去城市上班 都會找你去住 難道日頭上班 晚上睡覺嗎 又或者可能說 你正如不會見到那個老師 日頭上班 晚上如意睡覺的 是不是 所以 人口增加 但是住屋數量不夠 所以就有住房難 這個問題 好了 而其實呢 如果 純粹從數字上來看 我們 用我們香港的樓價 和大陸樓價比的話 就會覺得大陸的樓不是很貴 但是如果用回他們的收入 和大陸的樓的增長速 那個樓價增長速度 來得比呢 那個樓的樓價呢 的升幅其實是很高的 所以大陸的壓制這個炒樓 都很落力的 但是其實去到一個 總之是什麼 總之人民已經是難以負擔 就是以中國人民的收入 難以負擔的樓價 好了 有些什麼 中國城鎮的住房有幾種 有些高品質的商品住房 一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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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延價住房 另外一些呢 有些很低廉的房屋 講得簡單一點 貴價產品 一般產品 延價的產品 好了 看看這個漫畫 這個代表什麼 我們現在常說的 窩居 窩居就是窩牛的殼 窩牛是怎樣的 窩牛是整隻塞不塞的殼 就是不夠位 這個樓爐 樓爐為什麼呢 因為買一層樓 每個月要供樓還錢 所以每月的收入 其實就不是給自己用 找多少都給一層樓 好 好了 這些就叫做樓爐 和購買蜗居的現象 或者這個 漫畫中的背著窩牛 有學窩牛的這些 好了 第四個 剛才說了三在大山 醫療、教育、住房 而第四個貧窮人口面對的問題 中下層面的問題 那個叫通貨膨脹 因為太多人 每個人都需要每個人吃 中國14億人 你每個人吃一隻蛋 一天都要14億隻蛋 你想想14億隻蛋是一個什麼的景象 結果是怎樣呢 當我們去到有很多人 很多人買東西 供應不夠的時間 就出現通貨膨脹了 好了 看看留意了 2007年 北京居民消費給它上升 豬牛羊價格 比去年上升50% 舉個例子 麥當勞 你今天吃25元 下年跟你說的特價餐 37元 這個就值50% 好了 低下層看 上層 上層呢 倒轉 那些消費 竟然有個問題 叫炫耀性消費 就是說 拿些錢買東西 就拿來浪費 好了 這是什麼來的 那些消費 就不再是滿足生活的需要 而是要提高 提高生活的質素 上次我們說過 怎樣可以 之前我看過 怎樣可以看得出 那個地方的經濟是好 還是不好 那些人的生活水平高不高 我們其中一個就是 看看那個地區的人口 他們買一些 買一些非必需品 或者叫奢侈品的數目 那這些人 為了提高生活的質素 買這些產品 例如旅遊到家 這些就是奢侈品 好了 但是奢侈到什麼地步呢 奢侈可以無極限的 怎樣呢 刻意購買一些產品 然後去到展示 那這一個呢 就是炫耀性消費 例如什麼 豪宅 好大間屋 好靚的車 好多的名牌手袋 好多的名牌手袋 你看看 這些 曬銀子 他拿著打火機做什麼呢 香港電影呢 曾經試過有一幕 周潤發飾演的 在這裡建議英雄本色 說他點煙是怎麼點的呢 他吃煙是怎麼點的 他吃煙是怎麼點的 吃煙是用打火機的 他就不是 他就是點著一張美金 用著著火的美金來點煙 就像頭中這位 這位小姐這樣 玩到沒什麼好玩 不如玩燒銀子 我想買些東西燒 但是沒有東西燒 燒銀子 我旁邊這個人 他去買東西 這裡全部都是名牌來的 Puji Dior Berberry 這些全部都是名牌 你看到 我當你買手袋 你人手就只有一堆 你怎麼買這麼多個袋 買不包買手袋 怎麼買這麼多呢 那這些是什麼來的 貨故意買完出來 然後展示 我們就叫這些 炎耀性消費 好了 有些什麼例子 好 其實多不勝數 中國紅十字會 經理的郭美美 就在這裡展示豪宅 跑車 那些人就想 喂 你做紅十字會 為什麼你賺這麼多錢 是不是你來用了 紅十字會的錢呢 好了 打明牌 那近來呢 如果你們 經常都會有看 上網 都會看到很多人用抖音 用抖音的 那 會有很多 會有很多片 當然除了有些好笑的片 還有一些懸褲的片 看看 看看這裡 哎呀 跌一跌落地 全部都是貴的 你看看粉紅色的跑車 好了 那我們今天做個小總結 改革開放的貧富問題 首先 在貧富問題上 我們會第一個用地域來分 一個地域的貧富 地域差距 就是東邊比較富裕 西面比較貧均 東面的沿海城市 相對一些內陸的城市來說 富裕很多 第二個 就是城鄉差距 城鄉差距就是 城市人口 和農村人口的收入的差距 當中 我們會記住一個字叫 剪刀差 就是 說著 城市的工業 城市的工業產品 價格提升 令到 工業生產的收入提高 相反 農業生產的收入就下跌 好 貧富的收入差距方面 我們再分兩個看 中下階層 遇到的問題 就是 身三座大山 上學 看醫生 和住屋的困難 而也都因為 城市人口 城市人口 他們 人口增長得很快 對物資的需求很高 而產生了很高的通貨膨脹 好了 這個 公文來說 就是 貧那方面的影響 富 原來有錢也會有影響 令到一班人 他們產生一種炫耀性的消費 那這種炫耀性的消費 有什麼不好的結果呢 就是會令到一班人 他們會受富 受富 他們對著一些有錢的人 懷著一些敵視的眼光 好 好了 那今天呢 我們說改革開放的問題 第一部份 評判原則呢 就到這裡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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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煩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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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